大家好,再回来整装待发 今集继续请到室内设计师CK 和我们再分享一下他们另外的案例 大家好 CK直接交给你时间 今次分享就是荃湾的着月亭 460尺,两夫妇 他的要求就是将两房变成一房 还有开房式的厨房 年轻人有什么特别要求呢? 年轻人喜欢的特色比较丰富 所以每个空间上都放了不同的特色在空间上 分别就是灰色的水泥墙 还有红砖 还有文化石 明白 但是我看到整个空间都挺型格的 整体的风格是走哪个方向的? 整体风格就是日式工业风 所以会用一些深色的原木 还有一些黑铁去做一个陈塘 我看到里面户主也有了一些指定喜好在里面 用了很多的,是那个木? 是呀,因为用了一个原木 在巴桌上面 还有一个木地板 还有一个木条子的柜面 明白 那这个单位出来的效果都很不错 有没有一些特别的位置 都是花个心思去特意处理的呢? 是呀,就在这个 display 柜上面 因为户主就有很多figure 那就偷了房床头的位置 那变成了一个玻璃的石柜 那就可以收纳他的深某的figure 哦,真的又增加了存在空间 好了,那就很感谢CK一连两集 和我们分享他完成过的案例 大家看完今集内容 想讨论的话 可以在以下连结到留言 一起拜拜 拜拜